大家好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是童文勋 前几天这个苹果有一个民调 那我本来想讨论他 但是因为太多议题要做了 所以我们就拖到今天才来讨论了 那这个即时民调我们请导播进来 这个即时民调讲说三党 如果以三党来看 现在就是民进党国民党 还有民众党 柯文哲这一边 那推出来的可能的人选 应该是这个样子吗 那陈时中应该是选定了 当然是蔡英文所亲自指定的 这样的一个竞选台北市长的一个人选 那再来是蒋万安 应该是会代表国民党来出征 然后再来是黄珊珊 现在台北市的副市长 然后剩下他还有一个选项是 都不想投 那他总共填达的人数呢 有多少人呢 有85,632人 那苹果日报呢 这种填达填表 它是在网路上面嘛 所以他所问到的这个对象 然后会自动来填表的 通常是对于新闻的阅读 比较就是每天要做的人 然后是网路足 那他的这样的一个投票的倾向 可以看出来 有陈时中48.8%的支持度 然后蒋万安有38.5% 那相差两者相差10%之多 然后再来黄珊珊 她是现任的副市长 她的支持度是10.3% 然后另外还有2.1%的人呢 都不想投 那所以他有没有一定的代表性呢 他当然因为是网路足 所以一般的民众 还有真正的民意 事实上是没有调查到的 所以他可以拿来当参考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 我跟一个绿营的朋友讨论过 他说他其实是非常的愤怒的 而且绿营内部 其实对于陈时中的这场选举呢 并不是那么的看好 所以有很多过去 蔡英文身边的那些文青 专门在搞选举的人呢 未必会进入陈时中的竞选团队里面 不见得会去帮他 那他们说自己已经年纪已经大了 不想再淌这些浑水了 那可是陈时中呢 显然是跃跃于事 那传出来的说法是说 有人要他去参考一下 是不是去选桃源呢 或者去选新北啊 然后他的回答是说 非台北不选 所以当陈时中被安插到台北市 来竞选的时候 那大家不免想到 就是 那前副总统 陈建仁 在火线入党嘛 那到底蔡英文要把他排去选什么 所以现在在盛宵城上的说法是 陈建仁会出来选总统 好那他自己所展现出来这样的企图心 不断在脸书上面po各种文章 然后跟柯文哲有点捉对厮杀 常常讲话吐槽柯文哲这样的一个态势 显然他已经把柯文哲当对手了嘛 对不对 那柯文哲显然2024想要选啊 那所以 陈建仁 你说他有没有出来选总统的正当性 毕竟人家当过一任的副总统 所以他有没有选总统的正当性 也是有的啊 美国有很多的总统都是 前身啊就是当过副总统 所以副总统想要出来选总统 这个天经地义 那所以到时候2024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 现在大家都饶有兴趣 会不会是2000年的时候 有各组人马出来选总统这样的一个翻版 其实可能性很大 所以我们今天说要改革台湾 第三势力要怎么样趁势而起 其实时间应该是到了 时间是应该到了 那问题是你今天要组一个政党 除了名称之外 要有中心思想 接着你要准备粮草 那么做计划不能够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面去做计划 希望这个人帮我出钱 希望那个金主出来力挺 那个都不是办法 你想要革命 你要不要拿出你的身家性命来革命 还是大家都只是嘴巴讲讲 如果大家都只是嘴巴讲讲 每一天都看着别人说 你来做这个 你来做这个 难怪 这些已经拿下政权的人 瞧不起你们这些庶民 你们就继续被屠戮 被割韭菜 只有只配有这样的一个命运而已 可是起义的时候是不是到了 其实是到了 你可以看到情失其路 这个对于台湾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是好事 因为唯有我们对于 所谓的领袖 所以我们今天要有一个 英雄来领导大家 的这件事情失望 台湾才有可能真的走向制度 我们要相信制度 其实台湾长久以来 就只有这些在破坏制度的政客 从来没有一个人真心想要建立制度 说了多久了 集会有刑法应该要修 要从核准制 改为什么 报备制 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自由 宪法赋予的自由 拿到执政权的 拿到国会过半的人 不改就是不改 因为对自己有利啊 等到换人执政了 又来了 又说集会有刑法应该要修 总是这样子 这些人呢 说白了 就是不要脸的坏东西 太坏了 应该要做的事情都不做 应该要修的东西不修 因为对自己有利啊 然后六千多个位置 你只要拿到执政权 哇 吃香喝辣 什么亲朋好友 通通都可以分风 这些肥猫的薪水 月薪三四万起跳的 所在多有 那对于大部分的人 苦哈哈的 这些贫穷族 一穷二百的 我们已经长期低薪到现在 基本从台湾前烟角木 过了两千年之后 到现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 我们的薪水 一直是动涨的 大环境不行啊 所以我说过 就是大家要去思想一件事情 你怎么样让台北市 先从这个城市开始 你变成是一个国际的都市 其实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缺工 所以我跟一些劳动部的相关的问题 这些专家 我讨论过就是 如果我是台北市长 我会要求中央要放权 我会联合各县市去要求 中央要放权 放什么权呢 就是如果有人要搬到台北市来住 一个家庭的家计单位 你的年收入只要超过 年收入全家的收入加总起来 年收入只要超过一百万 就可以雇佣一个家庭帮佣 家庭工 不是看护工 不需要八字量表 现在八字量很多都是假的 那他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照顾老人 可以打扫环境 对不对 可以照顾小孩 你就敢于生小孩 你不用放到外面去保姆啊 对不对 然后看不到 对不对 那死有虐因的这个事情出现 所以 有关于这个就业安定费啊 就应该要拨给台北市来使用 而不是控在劳动部手上 变成他的小金库 他今天要养这个单位 要明天要养那个单位 甚至在选举的时候 可以怎么样 拿来当作是买票的工具啊 大家知道现在就业安定基金 甚至工业总会 工总 商总都可以分到吗 你凭什么分就业安定基金啊 然后 本来应该是入国库的这些 这些钱 你知道这有多少钱吗 就业安定基金 每个月几千块一个人 现在我们有七十几万的外劳 那你可以算出来 这总共有多少钱 数以千亿计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就变成是执政党的小金库了 那怎么对呢 所以应该要拨给地方政府来使用 至少要比例分配嘛 然后给我名额 给我配额 我需要家庭看务工 需要家庭帮佣 不需要八字量表 只要移居到台北的 定居在台北的家庭 都可以申请 这样我们可以让台北 有更多的劳动力可以释出 双亲家庭呢 你可以改善家里的生活 不然的话 需要照顾老小的人 就得放弃自己的工作 然后到最后自己 等到你照顾了这些老人走了 你要重新适应社会 你手上没有存款 接下来他自己开始生病 这都是长期都是家庭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不可以释出劳动力 然后可以增加我们的什么出生率 这件事情我觉得要从台北做起 有这样的条件的 然后这些旧燕地基金 拨到台北市的时候可以做什么呢 婴幼儿托儿所全部免费 一直到念小学 你是不是可以帮助这些年轻人 可以结婚 可以生小孩 你国家才有前途嘛 你现在的人口一直递减 已经进入负成长了 你不解决这个问题 不解决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些政客 扣住这一些 其实是可以让台湾的经济动脉 蓬勃起来的 脉动起来的 跳动起来的 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动能 把你锁住了 限人数 限使用 然后让雇主付出高昂的代价 比国际市场更高的代价 所以 假如我是台北市长 我一定先解决这件事情 然后鼓励所有人可以移居台北 那你要说移居台北 台北居大不易 对啊 所以你公宅要盖啊 那预算从你哪里来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为什么不能创造预算 记得那时候姚文志说过 整个宗教东路应该要做叠意的 这种高价的天桥 你去过新加坡就知道 一个都市啊 的车祸死亡人口 人数 代表一个都市的成熟进步与否 台北市每一年的车祸案件太多了 这是不对的 你如果 你的生活圈 然后透过这种高价的天桥 在夏天也不会那么热 你又多了很多氯化的空间 都市的温度会降下来 夏天不需要用那么多的电 你多了很多的土地跟面积 BOT 有很多的经费会产生 这种良性的事情不去做 当时 克文哲选举的时候说什么 几大弊案 哪一个解决了 然后现在眼见着 他的任期届满了两届 然后怎么 我们台北市有更好吗 完全无感 甚至很多人的生活更痛苦 关掉这么多的店面 然后东区整个萧条 这问题怎么解决 没有人要解决 换成之中 你看看他怎么样 这几年做疫情 这个过程你也会知道 换他也没有用 既没有国际关 也没有 他想的就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他一定去控制台北市的联合医院 学医的人 来治国有比较好吗 这不是项目的歧视 就好像学法律的人 不适合治国吗 美国建国到今天为止 有一半的总统 一半以上的总统 是律师出身 过去 台湾大概只有陈水扁 是真正的律师出身 马英九跟蔡英文都不是 蔡英文律师是假的 我不认为律师出身 不会把一个国家治理好 重点是 不能以英雄自居 应该是让制度成熟 用正确的人去管理正确的事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即时的 苹果的即时民调 那我也问了一些朋友 有人说 如果是陈子中他要投废票 然后蒋万安投不下去 蒋家的人 如果我说他不是蒋家的人 他这个讲的来源是有问题的 那黄珊珊呢 就有人说 他人是不坏啦 问题是他老是跟着不对的人 那可见他的这个判断力有问题 那所以剩下的人都不想投 我反而看到一个在野大联盟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改变这个国家的契机 已经到了 但是谁愿意起意呢 你们要不要在聊天室里面留个言 留个言 你愿意起意吗 你愿意在这一锅石头汤里面 贡献什么东西 力量足够 大家真的集结在一起 才有办法改变这个国家 我们下集见 手脚冰冷别烦恼 暖胃暖宫护腰 行动电源水擦即用 可水洗 可拆开使用 爱用者推荐 健康首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词曲 李宗盛 日与夜穿过门风凋零无梦 不认识过去对未来无动 身在困屈该挣扎还是顺从 干涩的烟汗就没有泪水包容 老巷子里的书信也早已尘封 Zither Harp 雨子又重逢呼唤的传说 千年后依然在心中 失去野心的力量 身影在风中空洞 悲伤与共 不再有梦 我们犯的错都相同 苍白面容 梦想一空 重生与希望就要挣脱劳碌 全力去寻找爱和认同 Zither Harp 雨子又重逢 大海和天空 大海和天空 人傲向世界大头 迷雾透出阳光 青鸟錶 Lance 有席車 瞳 blast 青鸟正在不欢呼ints or nightmare 流汗 新的辽阔 こんºöường 秋冬停满滚的钟 快乐不该是挣扎或是顺从 期待那天与你一次又重逢 老乡自装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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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全新的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